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他整个黏上去你也看不出任何破绽 可是其实我觉得那毕竟他都不是根治的做法 因为其实黏在头皮上他你等于就毛孔 就是整个都是不用再想要再恢复的状态了 此外孙协智还大方秀出四年前头发稀少的照片 还自爆因发量变少失去了很多细约与代言的机会 而发片不久的孙协智也被网友大赞发量变多 纷纷怀疑其有假发片或是在头上动手脚 当天他终于可以告知大家自己的头发并非虚假伪造